这种被称为预言的药物 可不是拿来洗澡用的 一旦吸食就有可能变成失控食人魔 2012年在美国迈阿密公路旁 竟然出现人吃人事件 凶贤疑似在吸食毒品预言之后 攻击65岁皆有 皆有脸部血肉模糊 虽然保住一命却惨遭彻底毁容 这款新型毒品预言三年多来 在美国已经酿成多起血腥攻击事件 主因是这项兴奋剂衍生药物 会令吸食者躁动不安 脾气一怒更产生妄想 预言在毒品黑市的价格 只有摇头玩的三分之一 一名美国男子更在吸食后 自称是天神 甚至对自己的五名子女 痛下毒手残忍虐杀 最可怕的是 预言早就已经流入台湾 尽管被列为 和安非他命 大麻同等级的准二级毒品 警方却没有快筛事迹可用 就算凶贤吸食也验不出来 恐怕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最大死角 记者综合报道